下月初要交报名费 抓紧准备吧 三百 大家好 我们是一七四八 大 大哥 来 来 来活了 姐 想吃什么呀 黑仔 算 好的 曹老师 距离报名皆知没几天 我还要再赚七十多 准备好 给你们看看 这用万块 为你们打下个江山 筹款一卖 对呀 有街坊们的支持 今晚所有的收入 都会交给车队 我们的粉丝已经把消息 散出去了 八点 这里就会变成 哥的世界 五的海洋 鼎鼎 把我们的舞台照亮 我去 怎么会这样 这个时候怎么都停电了 是 紧紧来不及了 紧紧接合 伙计们 为了确保我们 邀街车队筹款一卖会的 圆满成功 我们必须要在八点钟的时候 让整条沙茶道亮起来闹起来 大家听我的指挥可以吗 没问题 好 黑仔 马上寻找备用发电方案 发电机 发电车 只要能弄来电就行 是 姐妹们 马上找到备用光源 我们需要做好在没有电的情况下 照亮整条街的打算 拉出 油灯 手电 种类不屑 是 先生们 如果整条街变得一片死寂 那没人会愿意捐哪怕一枚硬力 所以我需要不用电 就能让整条街热闹起来的乐器 只要能整出动机 五分钟后 在舞台上集合 是 喂 电力公司吗 这里是妖街的沙茶道 现在这里一片漆黑 我需要紧急暴凶 是吧 明天早上 我等不到明天早上 我要你们现在立刻 马上给我恢复宫殿 乖 哇 大 街坊们已经准备好了蜡烛 我们还找到了几个手电筒 这样 我们的表演就能有量了 这是静音阿强龙下的五博 听说苏年轻时期 索那就是他的学活 索那 跟我想象的场景有点不太一样了 这你就不懂了 唢那俗声喇叭 发音高亢嘹亮 过去民间的吹歌会 秧歌会 都用他来助兴 喜倾 什么 这我是插过百科的 而且当年五婶 就是被五博的喇叭吊上的 一群多情的小喇叭 吹开我少女的心扉 你没听过啊 而且选择五博 我们是有原因的 什么原因 因为没得选 不早说 那五博 今晚的舞台就交给您了 姐妹们赶紧换装 五博你准备一下 你们 让所有能量的都亮起来 准备一刻 一七四八 欢迎订 等 别着急 咱再等等 嗯 对 那啥 八总 咱们订的是十点钟结束 再有半小时 我们可能就得给你拆塔了 也没那么急 咱们再往后渗渗 就是 楼上控制焰火的兄弟 还都饿着 要不先放饭 走 我带你们去 刀 别劝我 没成就是没成 辛苦了这么多劫法 浪费了这么多功夫 去搞成现在这个样子 八道 已经这么缺钱了 还被我花掉了那么多 我凭什么认为可以抽到更多 我到底哪里来的自信 要是我们兄弟 计划会成功的 那为什么到现在一个人也没有 谁说的 我不算人哪 你是教练 好 我不算 那街坊吧 听说要办这个筹款会 其实我们也准备了一些 虽说不多 他也是街坊们的一份信哪 不行 你们都那么穷了 光脚不怕穿鞋的 妖街是咱们大家的 哪有光让你们撑在前头 我们在后边躲清静的道理 没错 孩子们为了咱们做了这么多事 咱们也得想想办法 表示表示 对不对 这是我家的 拿着 我家的 我家的 我管不好钱 要不你们换个人吧 这 这个经理 我干不了 谁说你干不了了 灿姐 我从没见过妖街 有这样的阵仗 你一个人 就团结了整个妖街 在我看来 你就是最棒的经理 这是你娘家支持你的 姐 老邦让我把这鞋带来 还有我跟阿水的一份 你们的实力 足以代表妖街 替我们在赛场上 好好教训你们王八蛋 谢谢大家 我保证不会辜负你们 我会把你们每一家的招牌 都贴在我们的赛车上 我要让每一个对手都知道 站在我们背后的 是多么强大的力量 就在前面呢 这 一七四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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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外 我不外 妖街车队好不快 你不去 我不去 四八等你到南天 山师板 前夜我们的时候到了 为了我们的妖街 为了成就妖街的梦想 消费 尽快 是些未婚 歸斬江湖斜落 盗上我心生 莫子殘忍 宋命沸騰 淹隨著光康乾坤 恩編難分 時空爆裂交鎖 感謝我命論 一切在等 換世一生 再尋可能 愛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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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愛情! 这儿不能停车 那就是妖界的车队 够散的呀 我们是来报名奥冠赛的车队 这儿不能停车 这么多车都停在这儿 凭什么不让我们停啊 这不还有位置呢吗 我 我 先报名都得先要去哪儿啊 先去审核资料 那边叫前报名 好嘞 妥了 明白 这个你们先去停车 我跟咱们经理先去审核资料 看我们明日比赛看你们还转不转 什么狗屁转租车位 这赛场都是你们家的了不起啊 灵花车队 他们的引擎听起来和之前大悟 看来这段时间没少下功夫 还真挺期待决赛能再跟你跑一场 不过你别提前死在场上啊 你的敌人可不止他们两个 加上莲花车队 车马会这次共有六个车队参赛 这还不算车马会以外其他车队的专业赛车手 嗯 是他 谁啊 在他的比赛生涯中 没有过败计 三年前曾被禁赛的 所留 为什么 因为他宁愿被取消资格了 甚至撞死了那个有可能会赢他的人 也拒绝输掉比赛 喂 喂 他 他 是什么人 从没见过 新人吧 怎么 这就紧张了 我紧张 无论对手是谁 我的面前都只有一条路 不是吗